中共中央办公厅9月15号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共第一份关于民营企业统战工作的文件 文件声称 由于民营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民营经济人士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日趋多样 因此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面临新形式新任务 这什么意思呢 中共是害怕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 中国会变成民主社会 所以时刻在提防 从政治角度来看 中共中央文件的暴露出民营企业 一直被中共视为政治风险 甚至是潜在的敌人 那么文件中也因此要求 加强引导民营企业和商会等的这些人 让他们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旅美上海企业家胡立任认为 中国民企的确对当局不满 因为在中共的政治气候下 民营企业为了经营和发展 有些主动进行官商勾结 有些被迫贿赂官员 因此也留下把柄 很容易被中共官员利用 或在中共内斗中营火上升 所以当地的这个企业业主 它会有危机感 那么造成什么 他们的之间的恐慌 所以这些企业的业主 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就是逃离中国 还有种选择呢 它逃离不了 那么它对中共产生不满的情绪 它反共 除了政治上的统战 旅美政经分析人士秦鹏认为 中共加强统战民营企业 也是由于深陷经济危局 这样一个目的 另外一方面呢 地方政府没钱了 很多国企也碰到了经营的麻烦 民营企业被混改 就可以拿他们的钱来填补窟窿 近几年 当局的政策造成国进民退加剧 甚至有人提出私营经济退场论 加上中美贸易战和中共病毒大流行 让中国民营企业遭遇严重困难 当局虽然表示 要给企业增加信贷和税收支持 但这些好处大多还是落在国企手里 大批民营企业倒闭 评论认为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共加大插手 只会让民企更加艰难 所谓的统战工作 其实就是败到民企 就像以前的这个 五五年的公司合影一样 我打个比方吧 像现在拥有这个巨额资金的 马化腾啊 包括马云啊 这次民营企业统战工作文件中 列明的对象 还包括在内地投资的港澳商人 这是香港地位越来越内地化的一种表现 对于在内地投资的港澳企业来说 他们地位会很尴尬 也可能会像那些普通的内地企业一样 被中共政府和权贵所掠夺 法国广播电台引述香港经济学者 罗家聪的观点说 中共早已以各种方式 渗透和统战香港企业和商界 只是这次中共以白痴黑字表明要企业归边 为的是要明确防止有人造反 但他认为这对香港企业而言非常棘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